郑秋姐 郑秋姐 任怨者的事情 你别太难过了 文物南迁是我爸未敬的事业 就算是为了我爸 我和弘毅也会竭尽全力 把南迁的文物安置好 郑秋姐 若思现在非常痛苦 他跟弘毅走到今天不容易 他们这期间经历了多少坎坷 如果就因为他父亲的事情 且就让他们分开 这样对若思不公平 丁阳姐 田慧 你不在医务间 在这干嘛 我哥他在卧宠休息呢 我在这守着 丁阳姐 你有什么事吗 我来看看任弘毅 我哥他现在心情不好 不愿意见人 是任弘毅不愿意见人 还是你不愿意让他见啊 丁阳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跟他说几句话就走 呗 任弘毅 丁阳请坐 什么事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还说没事呢 你看看你这脸色 都成灰色的了 现在文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安置妥当 你这样下去身体怎么扛得住啊 我撑得住 诊院长的事确实太突然了 你跟郑秋姐一下子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一时之间缓不过来 也是人之常情 若思现在也是痛苦的茶饭不思彻夜难免 她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丁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非常理解若死 但毕竟是周勋达 害死了我的父亲 真是造化弄人啊 你说说你们俩 能走到今天 多不容易啊 这儿 记警长 这儿 记警长 这儿 记警长 大家到各个车厢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好 走 仔细一点啊 好 关键在十五号手下 嗯 吴叔叔 没什么大事 你回去歇着吧 我没事 我还是去吧 好 喂 看看那边 鞋公 来 喂 地长 让梅之勤的兄弟 到车底上看看 有没有没盖好的地方 好 知道了 快点啊 兄弟们 上车厢看看 来来来 快 走 喂 看看那边 把那边盖好了 大云 仁弋死了 还是周巡达亲手作者 这 太巧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周若斯 抢回来 是啊 原本 我是可以利用 这个机会 把他给抢回来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那你想要干什么 毁了他 任银河死于周寻达之手 这对任鸿意和周若思的感情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此时你在雪上加霜 使周若思陷入万劫不复 对任鸿意 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什么的 跟我来 请进 姐 你找我有事啊 田慧啊 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补身子的药啊 昨天弘奕吐了一大口血 虽说是极火攻心 但我总归不太放心 想给他补补 姐 你跟我想一块去了 我这刚给哥泡了点深茶 专链上没什么条件 我哥又不让我给他开小灶 谢谢你啊 天花 你对弘奕真好 谢我干嘛啊 姐 只要为了我哥好 我为哥做什么都愿意 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 没什么 那你送给他 好嘞 我去写了 那个写吧 那我给你写了 你送给他 我闿了 那我给你写的 饿了 我他都想不aho 只要不是 我记得 我既 effective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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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别说了 周若思 请你离开吧 这么做对若思不公平 咱爸含冤而死 我上哪儿去找公平 姐 当时报纸上那张照片 谁也看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假的 若思也不能判断 而且一个女儿 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自己父亲 却太有为人论了 对 你现在可以跟我讲这些大道理 但是我告诉你 我亲眼看见咱爸含冤而死 他那么在意名声的一个人 就因为被人诬陷是汉奸 道理要死了 家里连的人来悼念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如果没有马叔叔他们提早回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撑下去啊 爹 我愧疚我爸对你这么好 他离死了都跟我说 你不要以为 我的事情 为难若死 说你跟你爸不一样 说你跟你爸不一样 若死 你们周家对我爸的死难 那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我愧疚我愧疚姐 是我对不起老师 我真的对不起老师 我 对不起 这么轻易就说出来 你不要和她 你别是什么 我 你不认为 我 你不认为 你不要 我 你不认为 她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的 我真的不想看见他 姐 我说的是事实 不要歇怒于若思好不好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合适吗 姐 这件事情是我做得不对 是我对不起老师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红衣在一起 打住 田花 姐为了 眼下这种情况 你觉得 姐说得有没有道理 你俩还不止 回来了 � pesso 听到我나 我 стро的 目前是个人家动了 她 pequ的 激测 貌测 你不许去 姐 你就别再瞒为若思了 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任婚姨 你给我听好了 咱爸已经死得很冤了 你绝不能再中了人家的案件 把自己也给打进去 小心 你回来了 太不知道你 在外面玩够了什么 我想早点回来 我妈生病了 怎么了 一直病得挺严重的 我不知道 你说我是当儿子的 是不是太不孝了 你再不孝也比我强啊 老师走的事确实太突然了 别说你们姐俩 我都接受不了 一会儿你帮我劝劝我姐吧 你姐怎么了 她对我担心过度了 郑秋 你来了也不告诉我 红衣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你别说话 我爹让你来充当说客的是不是 我告诉你 王立官 这事你别管 你要是参与的话 咱俩就翻脸啊 我站你这头的 真假的 真的 我就是怕你反对 所以才没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反对啊 咱俩是一家人 我肯定支持你啊 那我问你啊 你觉得 我让我弟跟若思都冷静冷静 这事对不对 完全正确 但是你呢 要问一下你自己的内心 是真的这么想的吗 是啊 你看啊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你是姐姐 你担心红衣 被人算计 这也很正常 但是有些事呢 咱们得两方面看 第一 可恨的是周寻达 不是若思 对吧 第二 你现在让若思痛苦 红衣也痛苦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丽娃 你没看见我爸 好好好 我爸的 我知道我知道 正确正确 正确我知道我知道 别哭别哭 事都已经发生了 咱们就不去想了 这么着吧 我带你去丹青会玩几天 然后散散心 好不好 我不去 我就要在这待着 我要看着我弟 绝不能再让他出什么差错 我妈也生病了 她想你 你去看看她呗 伯母生病了 这是我的 你只会 我说 我也是 你还要 我 你看 我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就是我的错 就是我的错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面对红颖 怎么面对郑秋吉 我怎么面对我的那些同事们 我 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连接他们 就是你 你先别着急 你姐就是伤心过度 已是接受不了 工作我慢慢做 连你都没扯的话 那真是没办法了 你现在要注意的 不是你姐 是若思的 我姐心结不解 跟若思说什么都没用 你姐呢 这边有我呢 你必须要稳住若思 别出什么意外啊 你自己是不是 心里也挺别扭的 我告诉你啊 这事跟若思 没关系 我知道 但是 我是个局外人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 我觉得这件事情 并没有这么简单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 我也没什么好主意 一句话 一条道跑得黑呗 你看我 五年了 你要是放弃 我瞧不起你啊 一条道就要小牢 我 那才是 你怎么握的 我 你怎么得逃 你怎么过来 那你怎么去 我现在还不敏了 我得称赛咱们 能劝劝他 拜托了 哥 你就不能适致接受我吗 不能 任一合还不到六十岁 怎么说没就没了 这欲望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周勋达年轻的时候是有点野心 可是也没有这么不择手段啊 若思怎么有这么一个爸爸 也是够倒霉的 那若思将来不管是在故宫还是在人家 都会抬不起头做人的 掌门 若思小姐已经接了掌门令牌 不如趁这个机会让她来丹青会帮您 若思不一定能答应 对了嘛 郑秋本来要来看您 但她现在是待孝之神 不方便 怕您有机会 我没那么多讲究 他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 如果愿意来 你带她来就是了 谢谢妈 你把若思也顺便带来 啊 我试试吧 那您别抱希望 她现在这种处境 只有来我们丹青会 才是最好的选择 programmes 有没有 不是 这种有机会 他说个男生 有没有 那么多 如果是 都是阵子的 和你带她来 麻烦你回避一下 丁阳 你去帮我打瓶热水吧 我困了 我要睡觉 田花 你有什么话进来说吧 入司机 我非常理解 你不能跟红衣哥在一起的痛苦心情 我今天来找你 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希望你不要怨恨我 你言重了 我不怪你 我知道 你对红衣一直是一往情深 若思姐 你放心吧 我会把红衣照顾好的 如斯姐 你只能为你 我愿望你 你只能为你 招待我 你只能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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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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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不好意思啊 打扰一下 请问哪位看见周若思了 你找他干嘛 什么 传唤周若思 这不是诬陷吗 说若思染指南千文物 周若思虽然是周寻达之女 但是若思没有干过一件 对南千文物不利的事情啊 是啊 我跟你们讲 你们这就是御家之罪 你们有什么话 可以和检察处去申诉 我是来带人的 好吗 你有什么权利带走若思啊 你又不是检察处的人 是啊 我不是检察处的人 但我是国民政府的特派员 我对这批文物的安全 是要负责任的 现在若思作为汉奸之女 混到了我们的车上 我能不管吗 我当然要配合法院和检察处的人 对周若思进行传唤 审论和拘捕 我看你是蓄意报复 以权谋私 好了 我不给你们废口舌了 走 我带你去周若思 周若思 你来了 你上报纸了 赫光營 让在我都不愿意 赫光營 让我去 你把这封面的 哪一封面的 我去 死 救命 你 属于 审访 我 知道吗 白纸黑在报纸上等出来 这能有假吗 所以恐怕 这次若思 必须离开火车 跟我去接受调查 等等 我自己走 若思 你不能跟他们去 丁阳同学 注意点哦 你这可是 妨碍执法人员工作 小心我连你一块儿抓起来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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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说什么都拦不住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有我靖阳有家的师长 有我亲密无间的姐妹 有我视之如生命的 无以计数的国之珍宝 难道我真的要离他而去 从此寄生于江湖吗 为你所依 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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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上面说的话 你干嘛相信 我姐说的话也都是气话 卓斯你不要管 你别往心里去 你不要相信好不好 我说过你只要相信我就可以 我也说过我相信你 咱们两个只要互相相信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什么困难 不可以度过的 卓斯 相信我 满上无尽的天际 你不要相信我 我先与你相信 我先与你相依 只有爱 只有爱才有意 我先与你相依 你就不能试着接受我吗 不能 诶 什么 我先来 我先去 因为我先去 我先去 请进 姐 哭了 没有 这眼圈都红了还说没有 来 我啊 给你带点吃的 我看你啊 这一天也没吃饭 赶紧吃点东西 谢谢姐 我没胃口 天花啊 缘分的事 不能强求 你要往宽了想 姐 你不用说了 是我配不上侯玉可 是我们人家没福气 没福气有你这么好的儿媳妇 但是我相信 你啊 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一定会遇到对你好的人 慢点 慢点 看不及了 记得了 这边来拿橙子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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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要开严实了 让他们仔细一点 把这个弄起来 看看那边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就仔细一样 上面看好了 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 这边漏了 保护好了 保护 动作快一点 这是十五号车厢 出挂车厢吧 大家检查一下 用多少漏的 我再去介油部 注意安全 这 这 吴老师 您看这是谁打包的 这么不小心 油纸裂了个口子 老师 你过来看看 把这个弹都放了 然后就把我的监控 我把监控 都已经有了 来 但是我可能在监控 我把监控 你把监控 我把监控 你把监控 我把监控 我把监控 你把监控 你把监控 你不是跟任院长学过修复书画吗 吴老师 这幅画损坏太严重了 可能我的技术还达不到 那怎么办 对了 我知道有一个人 他可以修复 谁呀 丹青会的罗掌门 这 这能行吗 丹青会 可是一直惦记着这项书画文物呢 吴老师 我想去找他试试 好 收起来 若子 你是我的干女儿 冲你 我当然可以帮故宫修复此话 可是你能不能答应我 离开故宫 来丹青会主持大局 这 你的事情我已经听丽文说了 不管你跟红义之间感情有多好 你们之间毕竟隔着上一辈的恩怨呢 这时间长了 会对你们的相处 带来很多的影响 我明白 另外 如果你回到故宫 或多或少也会受到你父亲的牵扯 那个时候 你会抬不起头做人的 所以前几天我让丽文把你接过来 就是想让你远离这些是是非非 虽然我担心会比不上故宫 可现在却是你最好的归宿 谢谢你 谢谢你一直那么为我考虑 你这是答应了 让我在为故宫 做最后一件事吧 可以吗 一起修复那幅古画 好 你看 这这样做更为精准 吃点 把图有消失更为奇 把图有消失 还不必失 他方便 是 起来 快 快 你 你就 咱们 为何 妈妈时间不多了 不知道今生今世 你我母女 还能不能有缘相见 天衣无缝啊 进 哥 天花 怎么了 我 我从北平带来的药品消耗完了 我想上街去一趟药店 去把药补齐了 你去吧 我让那个陈海陪你去 不用 我自己就可以了 好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还有什么事吗 我 你不敢打开我 那你不敢打开我 你不敢打开我 你不敢打开我 应该是大陆我 我会打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